加油 今天如果咱俩这买卖 谈得好就算了 如果要谈得不好 要不你就用这把刀把我弄死 要不我就拿着这根绳子 在你们的公司门口 吊死 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你把我的生意给敲了 本来是我的矿石生意 轮船我都买了 你这话不对啊 我也是昨天才收到 这矿石公司的消息 没想到这张先生是我的故人 还硬要把我当恩人 他信任我 才把这生意给了我 我就奇了怪了 从重庆跑过来这么一个大客户 到你这儿变成了 你是他的恩人 这话有人信吗 你爱信不信 行行行 我信 我信好吧 哎呀 现在的情况就是单子飞了 船也坏了 如果说 这艘轮船 你要是不帮我把它给收拾了 我就死定了 你什么意思吧 想让我把你这条破船给收了 你必须得收啊 这条船我是两百大洋买的 我现在八折给你 好吗 现在它天天停在码头上 我爹看着他就想要我的命 如果这艘货轮你要是不收的话 那就说明整件事情都是你下的套 我原来呀 一直觉得你这人只是有点小心压阔 我没想到你怎么把别人都往坏处想了 你别跟我说其他的 咱们现在就说船的事 就当你帮我的忙 你救我的命 你把它收了不行吗 行 那我就跟你说说这船的事 你这船当时是两百块大洋买来的 对吧 对呀 我现在买回来还得拿去修 修不修得好 我不知道 但目前来看 这堆废铜烂铁 肯定不是这个价 我都跟你已经打了八折了 你还想怎么着啊 不是 你自己没看准倒了霉 你不能让我替你分担吗 对折 行 我还没说完呢 对折之后 再对折五十块大洋 我就咬咬牙把这船给收了 你 你也太黑了吧 我两百大洋收的 码头上停了两天 现在五十 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这船呢卖不卖你自己看着办 你要是上吊我不拦着 你要死了 我给你收拾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再加点 那就四十 行 五十就五十 五十就五十 那这生意呢 咱就这么定了 但有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 这破船我收回来 如果修好了 将来在江面上跑起来 你可别反悔 不成啊 咱俩是好兄弟 有一句话我也要跟你说清楚 这约翰可都说了 这船呢 还不好笑 等等 东西 送你了 怎么样 你就能找到 咱这船你给他修好了 得给他洗个名吗 你你觉得洗个什么名 您这当年是乘着一顿号去留的羊腿 那咱们干脆就叫他去 一顿号那是万顿轮 这达不上去 那就小一顿号 小一 小的是给老子上激将法 想让我把船修好了 对吧 行 给我一个月时间 我保证把它变成标准的托轮 有点意思了 不哭了小孩 等他妈妈和爷爷回来啊 行了 出发 相疯子 相不争 你们这相家父子可真是好样的 又把老子给坑了 占我的便宜 这个仇我早晚会报 来 立正 请不证歌训话 兄弟们 当年我给大家许下的诺言 今天就算是兑现了 嘿嘿嘿 我要给大家伙 穿上崭新的海魂衫 白制服 站在甲板上 望着蓝天 白云 来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相家第一艘轮船上的水手 明白自己的职责吗 明白 今天咱们第一次出航 船长 由我爹担任 我来担任大副 全体水手 听我口令 各救各位 报告查查全体就绪是否锦哈 每次接见 7点钟 Yep 很多方便 三尾 咱们 bels 阿 阿 阿 生了 生了 恭喜老爷 少爷 生了 赐个大胖小子 母子平安 苍天保佑 我向家有后了 爹 这女儿的名字是我起的 儿子的名字 可得你这当爷爷的起了吧 那是当然了 我孙子将来要继承向家的事业 向家的传舞公司如今是如日中天 我孙子的名字就叫青云 一曲青云之志 好名字就叫向青云了 爹 这回你可有孙子了 那是啊 我有孙子了 赵连 赵连 大事不好 大事不好 大事 大事不好啊 怎么了 你 您去看 您去去看 看 二娃子 我有孙子了 您当爷爷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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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以后人将采矿机械全部导火 眼下矿山团 原定出矿计划搁浅 估计一两年之内无法继续开工 特此告知 货运合同无法兑现 特此告知 不征凶欲速造作打算 咱们的业务主要是矿石运输 这是灭顶之灾啊 没事 爹 咱们巷市船业 现在不也有五艘轮船了吗 在这万县码头上 也算是名列三甲了 跟这些外国的轮船公司 也能一争高下了 这个无非就是另觅火源 现如今各个船业公司 他们都是一家一个说法 一个萝卜一个坑 另觅火源 那不抢人家饭碗吗 难哪 我不怕 买轮船不就是为了 跟这些外国的船务公司竞争吗 跟他们斗 我浑身使劲 行了 我进去看儿子去 瞧瞧没有 念您灭顶之灾还口述狂言 行 知道吗 这有两个说法 一个叫二百五 文化点 那叫胆略 懂吗 那少爷是二百五还是胆 当然是 胆略了 你进去看孙子去 不能 你进去看老举羊 孙子 我有孙子了 恭喜老爷 我这 等等 赶快 准备酒席 我下午风子有孙子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少爷 我跟你说 有不住事吗 老爷 老爷 老天有言 这刚刚家里千里口人 生计较短了 这头几年不管怎么说 这墨家和向家呀 在码头上他还有一拼 可现如今 这向家靠着贩运铁矿 过关斩将 发展成了五艘轮船 在码头上有了自己的地位 咱们墨家呢 还靠着这十几艘破帆船过日子 那我看 再有个两年 等这些破帆船一旦不废了 咱们墨家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也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少爷 您现在是我的主子 您得先硬起来呀 这原本计划着干上两年 我还能重回这二当家的位置 现如今 咱们连底气都恢复不了 你呀 不要看我一天到晚 无所事是吃喝玩乐啊 其实我这是叫折服 我是在等待时机 现在这个时机不是来了吗 少爷 这向家呀 那是没了货源 可是我 看不出有什么时机 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 咱们的仇人是谁 相不争 错 咱们第一个仇人 是约翰 这个约翰当年 卖给我一艘破轮船 我倾家荡产对吧 对 然后就是这个相不争 相不争这小子 抢了我的船 他还抢了我的铁矿 他抢了我所有啊 他才成就了他的相识传言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怎么没用啊 咱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首先要了解对手 才能知道 咱们往后怎么做 谋定而后动 您就直说吧 现在啊 这个相不争的船队断了火源 然后这个约翰呢 他现在的船队 被英国政府蒸了一半 现在他们两家属于是七股相当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跟相不争联手 先干掉约翰 然后 我就可以跟相不争谈一谈 他公司股份化的问题 我一定会有机会 让他的相识传言 编成 末世传言 这个想法很好 实施不了啊 怎么实施不了 来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啊 还得请你帮忙 关键时候咱们俩得创双火 要把老爷子兜里的钱 掏出来 我明白了 少爷 你看啊 这几年 咱们墨家在传业上发展得不好 但是老长多得在外边的收入可是不错 我觉得 他这库里现在怎么着也得有十万大洋 并且 老长多现在最关心的是怎么把这十万大洋 变成实验 十万大洋啊 快 咱们就是要偷其所好 让他看着我 把这十万大洋 变成 一艘一艘的轮船 好 不争 好 连青兄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 来就来吧 你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吗呀 应该的应该的 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我一定要来喝一喝 恭喜恭喜 好 走 里边请 这边 坐 来 喝茶 来 掌舵得还好吧 托你的福啊 老人家身体还康健 那就好 我就不怎么样了 自从被这个约翰啊 坑了一把之后是一蹶不振的 没法跟你比啊 你这儿是节节高升啊 嗨 我这儿也遇到坎了 这不铁矿的生意 突然搁浅了吗 最近我这心里边也没招没落了 你说咱哥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跟你叙叙旧 我以前做了很多的措施 我对你和妹儿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 罪行 什么罪不罪的 都过去的事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就是罪 以前的事情 总是在我脑子里晃来晃去的 每天晚上我的觉都睡不好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琢磨着 是你不好 我怨你恨你 我以为是你耍了我 后来吧 我越想这些事越觉着 其实归根到底 还是我不好 我就想着 怎么办呢 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偿 如果说我的船行现在生意好 我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 来帮你度过这个坎 可是我那个船行 现在也是捉紧见证的 咱能不说这些了吗 你要再给我聊这个 我进去看孩子去了 你要真觉得 以前做的什么傻事 现在想明白就完了 今天中午想吃什么 说我请客 我哪儿好意思让你请客呀 部长 我想了一个弥补的办法 我想让我的儿子英豪啊 跟你的女儿小韩 咱们订一个娃娃亲 这事儿我得跟孩儿的娘商量商量 咱俩心里都清楚 妹儿恨我那是恨得要死 你如果跟她一商量 我觉得 这事就不会有结果了 我这么做的主要小事 向你忏悔 如果你答应了这件事情 那就是原谅了我 如果你不答应那就是 你心里还是不原谅我 我答应你 多大点事啊 部长啊 你就是一个痛快的人 那这样 咱们借你这个保地一茶代酒 把这事儿定了 定了 还有什么事儿 说 我这次来啊 一来呢 是跟你道歉 生了一个大帮小子 二来呢 跟你道歉 这三来呀 就想跟你把这个娃娃亲的事儿定下来 你这么痛快答应 我也忘记了 那我先走了 好 来 留步留步 那我不送了啊 对 孩子睡了 他来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 找我聊聊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你可得小心点 你就不该答应他这事儿 你都听着了 人家上门提亲 这也是一种态度 你这个人吃亏就吃亏在面包心软 对他那种人 算了不说了 走着瞧吧 好 那咱就走着瞧 门关上 走 你现在跟那些江湖混混还有联系吗 有 我倒是有 不过什么事儿非要用他们不用自己人呢 用自己人容易暴露 这样你找几个身手好的今天晚上 到咱们自己家的院子里闹一闹 什么意思啊 让他们假扮成强盗 庄总要偷盗金库 刺激一生老爷子 为我的下一步行动做铺垫 这呀我 这就有点想不明白了 你说你对仇家用怀柔政策不惜跟他们结亲家 你对自己老子 去硬直中下灿烂的手段 非常人做非常事儿 说了你也不懂 懂不懂的吧 就跟着您烫这趟浑水 成了 一不登年 败了 自忍倒霉 烫水 冲之沙 啰烫水 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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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虎老爷 王虎老爷 怎么回事啊 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人 给我上 上 你们愣着上啊 上啊 上 上 爹 你没事吧 没事 什么人 爹 这些人 一定是冲着咱们账房来的 是来劫财的 这帮王八蛋 远青 你派人今晚守住这账房 明天我们再做商量 看把账房 搬到什么地方合适 今天晚上您放心睡觉 我来守着 好 远青 你一宿没睡 守在这儿呢 爹 这土匪惦记上咱家这些财产了 我想吧 它有一就会有二 再说了 我担心您的安全 就这么守着 辛苦你了 没想到这笔财产呀 还真成了负担 俗话说得好啊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如果说 咱们能够把它 投入到产业当中 那就好了 谁说不是呢 我原来想办航运公司 就是这么打算的 可是你 是儿子不长期 你回去歇息吧 咱们再想办法 爹 我这几年啊 经常地自行 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一呢 我这个性格上气贤独能 二 做事情 莫首珍贵 你说得还真准呢 不过恐怕也不好改吧 俗话说得好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您说得对 如果说 我和我的不争兄弟联手 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联手 你凭什么跟人联手 你凭什么跟人联手 你还有脸跟人家联手吗 再说了 人家能原谅你吗 我跟不争 毕竟是拜马兄弟 现在又结了娃娃亲 我们俩说好了 一起携手 做一番大事业 办一个轮船公司 把咱们万县 这些外国人开的轮船公司 全都赶出去 这话是你说的还是不争说的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意思 你们俩 如果你们俩真能再次联手 我愿意把这笔 让人坐立不安的钱投进去 可是你来跟我说呀 我不相信 你让布征来亲自跟我谈谈 我知道 布征啊 他这几天就来 那我 爹 怎么老渴血啊 不知咱们最近动不动就渴血 也许我呀 阮青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看到咱们墨家的船队 在长江上能和外国人的船队 避肩呢 如果你真能够同改前非 帮我实现这个愿望 我会笑入酒圈的 我会笑入酒圈的 爹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一定找最好的医生 咱们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好 你赶紧歇着去吧 黑色马六 有吗 我看有什么 是 最低的 可能没什么 咱们啊 就写人 赶紧歇着去 你肯定要不要 可是你也可以 你去是 赶紧歇着去 几艘轮船在这船的数量上 跟它达到一个差不多的地步 我们就能够用压低价格的方式 把同游的生意全部赚在手里 可咱们现在没有多余的资金 再填制船了 能不能再想点别的办法 办法我都想了 这个是最可行的 做生意比的不就是实力吗 看能不能再找一家公司 咱们联合起来 凑点钱多买上几艘轮船 咱们就可以公开向洋鬼子挑战 其实我觉得吧 这件事并不难 咱们两家联手吧 不挺好 当然 咱们两家如果能够联手 那是最好的 可是哥 你说我现在 我这公司有五艘轮船 不知道你这帆船加进来 它管不管用啊 我又没说拿帆船跟你合作 不就是轮船吗 你现在有五艘轮船对吧 然后我们出钱你再拿点 咱们联合起来再买三艘 这不就比约翰多两场吗 如果能再买上三艘轮船 我觉得这场仗咱们能赢 嗯 但是你说要拿钱买轮船这事 我不知道掌舵的愿不愿意 淌这趟浑水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 其实这个老人家的心思 你最明白 你说这个 兄弟心里就有点惭愧了 是老人家是一直有这么一个心愿 我也知道 但是我没能够帮他完成 反而让我们这项家公司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呀 我们家老爷子心里 那是有你没我 瞧你说的 如果说这个公司 我一个人做他肯定不答应 但是如果说 咱们跟俩联手做 兴许能行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是不是你还得帮我说一下 我去说 好 行 那我去跟老掌柜说 而且这件事情要尽早 来 跟莫言清合作 我坚决反对 此人心术不正 又是摔人走备运 跟他合作迟早倒霉 单独和莫言清合作啊 我这心里头也没底 可这不害牵扯人莫掌舵呢吗 所以这事咱必须得考虑 这爹心里是最明白的了 人家莫掌舵这多年前 就有投身航运业的想法 还曾经亲赴珠海 请您老人家出山 所以说呀 这一路走来 人家没少帮咱 其实想想啊 都怪原清自己太不争气了 这连老人家也给连累了 有的时候想想 我总觉得对不住人 总之 跟莫言清合作 我就是反对 咱俩各说各的理 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么着这事到底办不办 咱听爹的 这 这 这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说实话 我一直觉着愧对莫掌舵的 可是我一看见莫言清那张阴阳脸 我就 你说这两个父子怎么就两种人呢 这原清可跟我说了啊 莫掌舵好像是患了肺牢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口气没过来这人就没了 人家有生之年 还想看到自家有轮船呢 那 就 挺不争的 从大局上说 这钱是人家莫掌舵的 眼下 咱们相识公司也遇到了坎坷 正好要找个盟友 联手渡过难关 远亲不如尽您 就莫掌舵吧 更重要的呀 是我们要联起手来对付 站在我们地盘上 作威作福的洋鬼子们 咱们自己人有仇没仇有多大仇 这都好解决 但对付洋鬼子可必须得联起手来 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这接下来又该教育我 大是大非面前不能糊涂 行了 爹都发话了 就这么定吧 但是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那咱这意见就算是一致了啊爹 那我晚上就找莫掌坐下了 好 好 好 我跟你们两个说 我们这次合作说透了 我还是指望你们相家父子 帮着老夫实现我多年的夙愿呀 说不好听的话 我能做的也只是出点钱而已 这事呢其实也简单 只要咱们两家能凑够三艘轮船的钱 这事就能成 不正 我还是要跟你说呀 虽说原青过去做过许多对不起你的事 还望您能够大度不计前行 好好地帮帮他 爹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是 过去的事呢我们就不提了 这次船船船公司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也是我哥主动提出来咱们两家合作 共同来解决问题 为了消除之前的误会呢 我们俩人可都结了娃娃亲了 现在是娃娃亲加股份 亲上加亲 棒打不散 好 这新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兄弟联盟 商标就用握手的图案 您看怎么样 你们相加是大股 还是沿用你们过去相识公司的名字吧 我不在乎这些 对对对 这事不分大股小股 只要是我们合作 这名字就用兄弟联盟 那令孙的意思呢 我爹哪都说好了您放心吧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 祖建这个联盟公司呢 咱们也是为了对付外国的那些轮船公司 嗯 对 你说起外国的公司我就想起约翰 我想起他我恨得我压根我都痒痒 嗯 您现在放心了吧 不这么把这原原本本 都跟您说了您也该信我了 这次啊 嗯 咱们这个 兄弟公司 啊 办成之后 我要求大同事 我要求把这个约翰所有的客户 全给拉过来 我哥要真能把约翰那的客户都拉过来的话 那可是大功一件 言之过早 言之过早 任勤啊 哎 你跟不正在一起我倒是放心 放心吧 我们俩人互相帮助 好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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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子呀 哎 从我有意和你合作到现在 哎 五年多 这一次 咱们老哥俩才算是真正的连起手了 不容易啊 哎 哎 哎 说到底这都是儿孙们的事 咱们退一边看着吧 那可不行 你要是不出面掌舵我不放心 哎呀 我都想明白了 你让他们干去 我得腾出精力 干件大事 什么大事 洋人的轮船公司 在咱们这经营多少年了 人家也是熟门熟路 咱们这个船队要想占尽先机 你觉得有点绝活啊 我就是奔着这个绝活去的 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 这什么绝活啊 这么说了你也不懂嘛 好好好 不说就不说 反正有个前朝的五品大员 帮我做事我知足 懂不懂无所谓 好好好 你放心放心 好的 那先这么着啊 什么呀 这是约翰公司啊 跟大客户签订的协议付款 这可是公司机密啊 这你都能到手了 这个世界上啊 没有牵绊不了的事 真有你的 我看看啊 我看看啊 顺子 多少啊 五米 五米 老爷 九米零四 哦 九米零四 他这运费太高了 咱们压低一成运费 还有利润可赚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找到客户告诉他们 我们压低一成运费 让利的部分 还可以再加一点 你就当我的好消息吧 好 我在家里折服了这么久出来啊 我这第一下 我要把约翰赶到 赚到一笔钱 接下来呢 我会把相不争打翻在地 那件事情 要抓紧 您放心 您放心 怎么着 都按少爷您的吩咐吧 来 再准再闲 再闲再闲的他 我都不怕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淡淡 美的心好似浪花 只有你能碰碎它 只有你能碰碎它 我是你 怀里一缕头发 疯狂的身体 不过你也碰碎它 你不能碰碎它 你还不破碎它 还不破碎它 你还不破碎它 像水一缕你你还不破碎它 你还不破碎它 你还不破碎它 高高山上有一束花 快点走过来吗 等你累了才开 你叫装浪花有多短白 我和哥哥你的爱 就是煎饱雪我碎 也不让开 也不让开 绝不分开 不分开 不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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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让开 可以 感谢观看